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朋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下这个世界时事得海第一则新闻 就讲一下这个美国企业在中东也不太好过 那是什么事? 原来受到以色列的拖累 大家知道美国就是糾产了以色列很久了 原来过去两个月 在伊拉克以及富伊德地区 原来在当地的美国企业 被人动手了四十几次 这么厉害? 四十几次 当然了,原来这个记者不知道拿警还是振兴 有记者就说过去两个月美国很大事 企业被人动手动了四十几次 中方作为伊拉克的经济伙伴 担不担心伊拉克的安全? 担不担心中子企业在当地出事? 无铃就说了 伊拉克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安全伙伴近年来 因为中医两国务实合作不断走向深化务实 亦都令两国和两国民众带来实实作制 中方亦都关注伊拉克的安全形势 愿意跟伊方加强合作共同保障两个国家合作项目 能够顺利安全地取得进展 言下之意应该中企暂时就没什么 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资订 当然不是经常 有时候中企也很糟糕 在巴基斯坦比鲁兹省就是糟糕了 但在伊拉克暂时就没看到有 当地的人向中资企业动手 暂时没看到 这个也是挺糟糕的 因为今个月头的时候 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附近 就被人肥火箭 他每次都见东西 都是玩大东西 你想想 市馆应该也有些人保护 这也是肥火箭 你想想普通企业有些都挺糟糕的 原来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就说 大使馆附近 就是巴格达的陆区 遭遇到火箭的攻势 暂时就没有组织承认责任 不过很多人就说 这是针对党的伊拉克分支搞 当然 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 而且不是一次 是很多次 大使馆发言也说 我们凌晨 被人两轮的火箭攻势 美方就没有透露 有没有人离世 应该暂时就没有 如果有的话他应该都会说 也说有側像表明 这些是伊朗搞的 跟伊朗有联系的民兵做的 不过伊朗的内政部就说 原来他们就说有大概12枚火箭落在使馆附近 伊朗官员就说总共是吹了 不过美国引述伊朗官员说 吹了14枚 部分就吹中了使馆的集团 有些又是吹进河里造成损失 伊拉克总理 苏达尼就形容 现在这样做是损害 伊拉克的稳定 这些是可怕的 希望可以拉到背后是什么人做 我相信是难一点 因为现在也没有任何人的承认 自从10月以来 当然10月7日 因为在以色列南部发生了大事件 哈马斯动手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就令到两万多人失去了 是平民 伊拉克和赘利亚的美军基地都有七十多次 两个多月 是七十多次被人动手 你想想企业为什么这么害怕 比军基地 人都好像不害怕你 何况我们普通企业 那倒是 说真的 因为你这样狗撑以色列 难听些说 你真的要好好保护当地的那些僑民 另外他们的防务官也说 这样不碰水 因为在10月的时候有一次很劲 10月的时候 驻伊拉克和驻赘利亚的美军 更加遭到二十四次无人机和火箭攻势 都挺厉害 防务官员也说 我们现在 怀疑这些事情 是与 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 当然 一位官员也说 伊朗 是背后 但当然没有证据 但是伊拉克西部的阿萨德空军基地 原来之前也有多轮的火箭攻势 其他火箭的目标 就是陆川 和 在赘利亚又法拉底河的支持任务 美国官员也说 不单止伊拉克 赘利亚 东北部沙迪附近 之前也有一个美军基地 遇上了巨大的火箭攻势 周渡也有人不动 这个也是危言 这个也没办法 后来他就派了F-15和F-16去巡查 这个国防部长 布斯丁曾经也说过 这些 我们也不想动手 这些是正确的智慧行动 为了对抗伊朗 民兵组织和他的朋友 原来从 10月17号起 朱伊拉克和赘利亚的美国人员 会进行一系列 和大部分 的一些回应 不是全部回应 只是一系列回应 你看到他回应 他也不敢大力回应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地区看来 对他们很不妥 以及以色列 是的 有谁会妥理 现在中东 没错 当时奥斯丁 都说 阿庄我们不能再这样手势 动手吧 不过拜登就很迟 因为他也知道 在中东 我们知道明星已经不是那么好 明星已经不是那么好 我们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会不会引起当地大反弹 绝对会 你不用问这个问题 美国向中东部署或者正在部署的900名军人 为了加强当地企业的 护航 看来你帮不了什么 因为都有向企业动手 这单位包括 在布里斯堡派出的一个 撒德导弹系统 和在 石尔堡派出的 爱国者系统 和自由堡派出的 爱国者和复仇者防空系统 奥斯顶10月头的时候 亦说 将会 有200名军人处高度戒备 这个状态 并且 准备部署 现在到了没有就没说 可能已经到了 四十多宗都是很厉害的 因为 企业其实在当地人物很多 此时此刻当然 这个以色列也不理你 说到伊朗 原来 以色列 也是搞定了一位伊朗革命卫队 驻赘利亚高级军事顾问 应该就 没什么 原念了 什么原念呢 伊朗马上回应 一定报仇 说 现在倒计时 慢慢计 不知道什么时候动手 原来以色列 对赘利亚受到大马士革附近地区 发动空中攻势 造成一名伊朗 革命卫队驻赘利亚的高级 军事顾问是离开人世 伊朗已经官方证实这个消息 伊朗总统来希 誓言 你们要付出代价 并且 现在我们动手时间就是到计时当中 以色列就没有评论这个事情 另外 伊朗的官方媒体就说 这位 被 拉低了 应该 被请食菠萝 是一位高级的军事顾问 叫做 穆薩维 是负责 在 协调 赘利亚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合作 穆薩维亦是革命卫队驻 居住伊朗 革命卫队驻赘利亚最长的军事顾问之一 之前 大家记得当时西方搞定了一位 苏莱曼尼 当时伊朗 后来也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 苏莱曼尼高级很多 苏莱曼尼 是伊朗革命卫队的指挥官 在2020年1月3日 当时 特朗普下令 要向他发动空中攻势 结果他就没了 伊朗 赘利亚大使也说 这位 穆薩维 其实就是圣诞节的下午 在 回家的路上被人搞定了 当然伊朗外交部当然要发言 强烈谴责 这件事件 也说 这些很明显 就是这极端人做 他也说 这个以色列是极端人 声明也说 一定要为他们这次罪行 付出代价 伊朗是保留在适当时和地点採取 必要措施的回应 这个权利 伊朗总统来希同一天 也对穆薩维这件事件表示哀悼 誓言 一定 会为这个地区感到沮丧 和软弱的表现 付出代价 他说以色列很软弱 那又不是 他也挺硬 但他的硬 也认为 是换来不好的后果 包括 美国 拜登 政府的credability 都被人削弱 看看原来 这位亚哥穆薩维 他担任过抵抗 抵抗 阵线 抵抗之湖 现在叫抵抗俗心国 伊朗就是抵抗俗心国 原来做过冠运的 亦是 一个 自称为 什么都够胆 无畏无据的人 他亦是那位 苏来曼尼 同僚之一 幸好那次他没有事 但这次 终于是涂不过了 革命卫党同样表示 以色列搞定我们这位 顾问 一定大事的 跟你说 以色列 你也有没有 以色列 他除了这些军事行动 还有一些外交的动作 原来 他就是 谴责 联合国 又谴责联合国 说他虚伪 拒绝向联合国的工作人员 发放 签证 原来昨天 以色列外长 科恩 资责联合国的虚伪 说他们 配合哈马斯宣传 好像没有 他也有谴责哈马斯 现在我们不会 是 renew一位联合国工作人员的visa 并且拒绝另一位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工作申请 签证不批给他 那究竟是好还是坏呢 说真的 如果你这样搞 当然你有美国参业 知道你 底气比硬硬 科恩也指责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 和联合国人权专员 还有联合国妇女署 就把哈马斯 这个行为 合法没有 他们有谴责 有谴责 他说没有 就发表一些对我们的诽谤 对你们诽谤 现在你好像诽谤联合国 是的 他说面对联合国的虚伪 我们不再沉默 你也不沉默了很久 你经常都叫他下台 叫古特雷斯叫联合国秘书长 你有沉默过吗 你真的好像不再沉默 你有沉默过吗 我已经指线外交部 不要延长联合国 在以色列一名工作人员的签证 并且拒绝另一位联合国工作人员的签证申请 他说我们停止和配合哈马斯的人 是合作的 批评你动手 就说是撑哈马斯 现在很坏 撑巴就等于撑哈马斯 反 反对以色列军事和律底反游 现在很坏 有些西媒真的很坏 有些政客也很坏 这件事很粗疏结合在一起 扣你没有指 这个真是烈业不得 这是第一则新闻 所以这个美国企业 你自己想想 你也是叫拜登政府保护你 好 第一则新闻完 第二则新闻 讲一下 这个文化切割 是什么事呢 就是本来 因为乌克兰 他也是信东正教很多 是 其实他们现在 因为俄罗斯也是很多东正教徒 主要就是东正教 他们两个都是 很相近的 这方面 是 原来 在乌克兰政府 他们就说不行 现在将这个圣诞节 就从 因为他之前就跟俄罗斯 因为都是东正教 从这个俄罗斯东正教会 的这个传统上面改了 本来是1月7号 现在跟其他西方国家 10月25号 很多乌克兰人就可以早点 庆祝圣诞 其实 会不会很多人就不喜欢这样 因为他们 为宗教归宗教 说真的东正教 最后又不是普京大帝搞出来的 不过他说 你说 不是 真的不是普京大帝搞出来的 而且 还用了很长时间 你搞这些东西很奇怪 文化切割 文化割席 原来 这个也是乌克兰军队的持续 别人说 撑你呀 你带反攻就不行 现在这个就叫反攻 对 这个西梅也挺坏的 乌克兰军队的持续 是没有办法 赶走俄罗斯军队 所以现在要撕除 莫斯科的影响力 这个是说事实 不说事实 这个 这个事由事报还好事 因为 乌克兰军队持续抵御入侵俄军的时候 又是卖进了大埔 什么呀 卖进去哪里 他说叫文化影响卖进了大埔 换了西方 真心说这些有什么实质影响 真心说 难听这个 你自己嗨嗨的 不过他们又不介意 对啊对啊 这些地方 这些台湾地区 跟这些东北国家最合理 真心说 当然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乌克兰总统24号 就发表平安夜的演说 他就说 所有乌克兰 在同一日 以一个大家庭 和一个团结的国家 一起庆祝圣诞 很多民众没有准备好的 我认为不是25号 我认为遲些东正教才庆祝 你说得对 其实很多民众不听他说 他又不是 普京大力搞出来的 他只是跟东正教会而已 当然你说 有些东正教的牧手 他们支持俄军 那都是牧手而已 不代表宗教 是不是 当然你都说 代表 我觉得 某些宗教人 是否代表整个宗教的 立场 我不觉得 如果是这样 很多宗教人 都做过错事 是否代表那个宗教不行 我经常都说 是人不行 是人不行 乌克兰国会也说 这项法案 是为了完全 摒弃 来自俄罗斯 在1月7号 庆祝圣诞节的传统 其实这个人 不是来自 现在的俄罗斯 当然 不是来自 现在的俄罗斯 这也不关事 在首都基库 原来 一对分别是信奉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夫妇 今年一起慶祝聖诞 他们说 乌克兰终于可以一起到大教堂过聖诞 原来 最大的教会 不是东正教 基督教原来是乌克兰最大的宗教 俄罗斯东正教 其实是直到近年来才主导了宗教的生活 近年来他也属于是主流 如果这么说的话 当然改变这个圣诞节的日期 是自从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 乌克兰为了 烧除 他说明了 烧除苏联 和俄罗斯的影响力 你有信心 不用怕吗 不过台媒就很赞成 因为你经常搞这些无聊事 把中正纪念堂改了 中战广场是否改了 这是什么自由广场 其实这些 我觉得意识形态比一切 有什么正义 好心你 那些什么 住房正义你搞不了这些正义有差用吗 人家是一块牌 都不忘实 和乌克兰好似 立陶宛也是 这些地方是这样 后来他们 将街名重新命名 将来自俄罗斯 甚至沙俄 年代 这些 名字也改了 纪念碑也改了 拆了 其实越是这样 越是显得你无能 真心说 你也是搞到这一项 是的 之后人家的目光和焦点都是返回 你所谓的大反攻 你真是不行 这些西门都笑出你了 你们不行 所以你搞这些 19年 才举行首次礼拜新成立的 独立教会 在乌克兰东正教会 当时已经将 这个圣诞节改为 12月25号 为什么呢 因为莫斯科取得了克里米娅 并且支持在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 所以这个教会已经正式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了 这个也是一个动作 实质是怎么样 19年已经是这样做 你一样拿不回克里米娅 就像现在你做这个动作 你又可以大反攻是否成功 看来就有点困难 哈哈 好了 这个就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就说一下这个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其实在西方眼中 都是一个不听话的国家 因为跟中国 跟俄罗斯关系不差 这次 这个塞尔维亚 的反对派就出来 是有些事情要搞了 因为他们不满意这次选举结果 当然西方是跟他做一场戏的 他们就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说不公平 但是这个不行 我们注意才行 那你有没有证据 如果每个国家知道有反对派出来 不是选举结果对的话 那你全部是不是都支持 真心说如果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支持特朗普 不行 不可以输打赢要 对 当然他们是双B 塞尔维亚警方就说 在一场 抗议活动当中 就逮捕了八名人士 这样说 不好意思 三十八名人士逮捕了 八名警员受伤 因为数以千计的塞尔维亚反对派支持者 就在首都贝尔格维德要求 将一个几星期前的国会和地区选举结果作废 当然他就说 有人就说这次有违规现象 但是什么人呢 他没有说 那示威者 也都是 这些西方不出声的 就是 把市政厅正门 还有 窗门 玻璃全部坑烂了 后来 警方就请这些人食招 胡椒喷嚏 驱散 警政首长 伊高维奇 他就说 八名警察受伤 两个人伤得很重 记者会上也说 我们要继续维持和平 预计会拉更加多的人 塞尔维亚 的盟国俄罗斯 当然你说是不是 盟国塞尔维亚 我们也是站在中间 以国家理议为中心 就是有外国势力支持 西方在策划 当然这个也没有证据 我们也是听听 有没有证据 因为没有证据 另外 克里姆林宫 的法人佩斯科夫 即是普京大帝 的喉舌 他说 包括来自 外国第三股势力 其实他就指西方国家 采取行动 打算在贝尔格莱德 引发动荡 我们毫不怀疑 塞尔维亚共和国 领导者的 依法治国的能力 即是武契奇 但是你又很难 你说到他这么十恶不舍 当然你说赢了选举可能造假 但你不要忘记西方也没有说他造假 是说你要注意一点 因为如果你只要一个反对派出来说不对 你是不是全部都推倒人家的选举结果 当然以你现在实力也很难 欧盟你怎么推倒人家的选举结果 推倒人家的选举可能你自己也不妨 是吧 当然这个不易选举 不光选举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伦说 你们要注意 不可以接受 如果他硬搞事 我怎么注意 你有没有查清真相 你首先就说不可以接受 你知不知道是否真的假 你有没有证据说 这个是 有贪腐先选举 反对党没有提出这些有力的证据 他就说有了 有什么观察人士看到 观察人士是什么人 有没有视频 如果你真的有的话 你应该拿出来 有证据的话 那我明显就好像没什么 有的话都是一些无无无无的 含糊其词的 不知什么时候拍的 那你怎么叫证据呢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了 多谢各位 再见